我怎么会在这里 冷叶林醒来 看到自己在医院疑惑问道 他明明记得 今天向相恋几年的女友求婚 女友答应了 后面的事情想不起来了 冷总 你今天在求婚现场 被电线绊倒了 撞在了地板上昏迷了 属下就叫人把冷总送来离医院 王柯说 王特助 小颖在哪 冷叶林问道 王柯说 林小姐去办理入院手续了 小爱 刚有急事走不开 现在才来看你 你不会怪我吧 萧纸乔走进病房后 戛然而止 他走错病房了吗 这个病房后 不是小爱报给他的吗 还有 他看到谁了 看到了他家总裁 那他翘班 岂不是被他家总裁知道了 萧纸乔一脸问号 现在不是想这些东西的时候 赶紧跑路才是正道 站住 小颖 你看到我跑什么跑 冷叶林说 萧纸乔说 总先生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小颖 怎么 刚答应了我的求婚 现在反悔了 萧纸乔解释 先生 你真的认错人了 我不是小颖 冷叶林起身拽起萧纸乔的手 往外走去 走 我们现在就去民政局结婚 王特助 记得带上证件 王柯刚想提醒冷总认错人了 就看到冷叶林把萧纸乔拉走了 到了民政局门口 萧纸乔拉住门把手不肯进去 他觉得他家总裁疯了 不然为什么会拉着他来结婚 冷叶林把萧纸乔的手指一根根扒开 把萧纸乔拽进了民政局里面 萧纸乔说 先生 我没带证件 容许我回家取来 赶紧想办法溜走 不用你的 有我的证件就行了 冷叶林说 萧纸乔捧着新鲜出炉的结婚证 真TM玄幻了 第一次看到 不用证件 就能办理结婚证的神操作 冷叶林抢过萧纸乔手上的结婚证 结婚证放我证 冷叶林说完就把萧纸乔塞进车里 王特助 回锦绣庄园 王科看到冷总把一个陌生女子 拉进民政局 也觉得冷总疯了 萧纸乔走进锦绣庄园 暗暗扎舌 豪宅啊 几百万一平方的地段 总裁住的豪宅得要多少人民币 还有总裁该不会真是疯了吧 不然为啥会拉着他一个孤女 去民政局结婚 还不快进来 站门口当门神吗 冷叶林说完后 走进了客厅 解开了领带 把领子上的扣子 解开了两颗 冷叶林觉得 小颖对他冷淡了 没有以前那么热情 还愣着干嘛 快坐下 冷叶林说 萧纸乔走到昂贵的沙发上坐下 我今晚还要回家 就不留宿了 这里就是你的家 你现在是我的妻子 我是你的丈夫 我们应该住在一起 萧纸乔听到冷叶林 要他留宿 吓得站起来 先生 我说我不是小颖 你的特助可以作证 尾随其后的王科 听到萧纸乔把锅甩在了他身上 他立刻保命说道 冷总 这位女士就是林小姐 和冷总作对 他怕他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冷总说太阳是方的 他总不能说太阳是圆的 冷总的手段有多恐怖 别人可能不知道 他作为冷总的手密 可是见识过的 王 这位先生 你可别睁眼说瞎话 萧纸乔说 冷总 属下说的句句属实 王科觉得冷总再不相信他 他就要吞毒药自尽来证明了 小颖 你别为难王特助了 王科听到冷总这么为他着想 感动得一塌糊涂 小颖 王特助可是我最得力的助手 总不会犯糊涂 做出认错人的事 不然我第一个吵掉他 王科还没感动完 就听到冷总拿刀插他心窝子的话 萧纸乔迫于无奈留在了庄园 在浴室一边搓澡 一边想着应付冷叶岭的办法 原因在于冷叶岭 把他拉进了他俩名义上的新房 冷叶岭去隔壁房间 快速地洗了个战斗澡 坐在床上等着萧纸乔 小颖 你没事吧 洗了那么久还没出来 今天可是我们的新婚之夜 冷叶岭催促道 冷叶岭和林月影恋爱时 仅限于牵手和亲吻 还没有其他身体接触 萧纸乔吓得早也不洗了 慌忙在浴室里寻找能遮体的物件 冷叶岭眼睛是不是有毛病 就递给他一块透明的薄纱 毛巾都比他能遮 冷叶岭等着不耐烦 拧开浴室的门把手 推开门 看到萧纸乔围了一圈浴帘 萧纸乔情急之下 把浴帘扯掉了 围在了身上 冷叶岭走过去 把萧纸乔打横抱起来 放在了床上 有种古代嫔妃事情的济世感 冷叶岭就像古代帝王一样 把萧纸乔身上的玉帘 一圈圈翻开了 露出了身上的薄纱 萧纸乔抱住了胸口 你想干什么 你别乱来 我叫人了 冷叶岭看着萧纸乔的反应 就像一只小白兔 见到大灰狼 没想到 自己有朝一日会变成大灰狼 你叫啊 周围都是我的地盘 就算你叫破喉咙 也没人敢来 你是我的老婆 你的名字还印在了我的户口本上 冷叶岭向极恶霸说道 冷叶岭看着萧纸乔 穿着一身薄纱 随着萧纸乔的动作春光外泄 萧纸乔一点都不知道自己走光了 看着冷叶岭像色中恶鬼一样的眼神盯着自己 萧纸乔低头一看 骂道 流氓 冷叶岭迫不及待扑向萧纸乔 把萧纸乔吃干抹尽了 零零零闹钟响了 萧纸乔伸手摸了一下手机 随便点了一下屏幕 就把闹钟按停了 翻了个身继续睡 闹钟停了一挥又响了 萧纸乔睁开双眼 看到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时间 鬼叫道 啊 阳王来索命了 快逃 花了五分钟收拾好后 萧纸乔像跑马拉松那样 一口气跑出了庄园 跑出庄园傻眼了 一个鬼影都看不到 不要说公交车了 一辆四个轮的车子都看不到 揉着酸痛的身体和小腿 像傻帽一样 等了十分钟 都没看到一辆私家车经过 突然看到一辆马沙拉蒂急驰而来 萧纸乔跑到路中间 张开双臂 一副撞不死 我就能搭上顺风车 英勇就义的样子 是 马沙拉蒂来了个紧急刹车 还差一毫米的距离 就撞上了萧纸乔 沈瑞玲赶紧下车查看 看到萧纸乔毫发无损 松了一口气说 这位小姐 你发生了什么事 想不开要闹自杀 萧纸乔看着车主讨好道 先生 我姨妈快生了 我要赶去我姨妈那里 送她去医院 沈瑞玲好笑道 你姨妈都快生了 你不叫救护车 送你姨妈去医院 还等着你去送 估计你 去到你姨妈都生了 萧纸乔焦急地说 你再说下去 估计我姨妈都能生俩了 麻烦送我去冷夜集团 萧纸乔说完后 走向了沈瑞玲的马沙拉地 沈瑞玲听到 萧纸乔说去冷夜集团 刚好她也要去冷夜集团 正好顺路 到了冷夜集团门口 萧纸乔向沈瑞玲 道完谢后 就飞快地跑进了冷夜集团 萧纸乔 你昨天无缘无故早退 这个月的全勤奖没了 今天无缘无故迟到倒扣200 萧纸乔刚坐到座位上 就听到一道河东失孔的声音 赶紧露出老宝 见到恩客时的职业假校 林姐 昨天我姨妈在医院生产 难产 要家属签字呢 所以我才翘班 赶过去签字 我是有正当理由的 你姨妈生产 也不能成为你翘班的理由 难道你姨妈只有你一个亲人 你姨父呢 这不是我姨父没空 医院才联系的我吗 萧纸乔眼都不眨得瞎掰 比起这个理由 全勤奖没了 才让他肉疼 全勤奖可是有500块呢 这可是他一个星期的生活费呀 今天迟到了 还要扣200 比割肉还疼 主管林林走后 同事萧萧问 萧纸乔 乔乔 你不是过儿吗 你哪来的姨妈 这不是为我犯下的错误 找理由吗 萧纸乔说 萧纸乔坐在办公椅上 捏捏的 他可是被扣了一笔巨款 看着银行卡的数字 只有三位数 更加提不起劲了 萧纸乔用手指头 数着这个月要交的费用 交房租 交化费 交煤汽水电费 还有感觉日子更没有盼头了 沈瑞玲停好车后 来到了冷叶岭的办公室 林 冷叶集团今天可有员工 要生产 沈瑞玲问 冷叶集团不招聘孕妇 沈瑞玲听到冷叶岭说完后 扯嘴笑了一下 今天遇到了个小骗子 你问这个干什么 冷叶岭问 沈瑞玲说 没事 只是听说 今天有孕妇在冷叶集团生产 前所未有的是 纯属好奇 冷叶岭看了一眼 沈瑞玲 继续手头上的工作 得赶紧把积压的工作处理完 好回家看望小娇妻 冷叶岭处理完手头上的工作后 起身走了 沈瑞玲一副仿佛见鬼的表情 被吓得不轻 冷叶岭不是出了名的工作狂魔吗 今天到点就下班了 沈瑞玲跟着冷叶岭进了总裁专用电梯 萧纸乔一下班 就接到了好闺蜜小爱的夺命追魂扣 控诉萧纸乔 昨天没去看她 让她今天务必去医院看她 估计去晚一点就要绝交了 萧纸乔看着围在电梯口黑压压的人群 挪动脚步 走到总裁专用电梯口 按了一下电梯 趁着没人注意 冲进了总裁专用电梯里 电梯门关上了 看到了自家总裁兼名义上的老公 顺风车司机和睁眼瞎王特助 萧纸乔想找块豆腐撞死的了 嗨 好巧啊 萧纸乔若无其事地对着几人打招呼 沈瑞玲说 是挺巧的 你姨妈生产 你不是要陪同你姨妈去医院吗 我姨妈已经被送去医院了 这不是一漏了东西 在冷夜集团 我刚回来拿完 这不我正要 赶着去医院陪我姨妈 萧纸乔说得像真的一样 冷夜凛看着两人说 你们认识 沈瑞玲认识 萧纸乔不认识 叮 电梯门开了 萧纸乔刚想挪动脚步跑出去 手被冷夜凛抓住了 冷夜凛从牙齿缝里吐出两个字 回家 沈瑞玲呆若目击 天上下红雨了吗 冷夜凛抛弃了小白莲林月影 爱上小骗子 连续剧也不敢这么拍 夜凛 林月影在一楼大堂叫道 沈瑞玲暗想 原来还有反转 林月影看到冷夜凛抓着萧纸乔的手 走上前去想亲吻冷夜凛 冷夜凛喊道 保安 把人轰出去 林月影大叫道 夜凛 我是小颖啊 昨天我去办完住院手续 回来你就不见了 小颖 我不认识她 她和我没关系 冷夜凛对萧纸乔说 萧纸乔看着被保安拉走的林月影 则在想 总裁是疯了 才把我错认成她了 沈瑞玲经过萧纸乔身边说了一句 小白莲失宠了 回到锦绣庄园 王科说 据属下调查总裁夫人 现在在冷夜集团策划部任职 把小颖调到总裁办 冷夜凛是想着把萧纸乔放在身边看着才放心 萧纸乔回到房间 就收到了好闺蜜小爱的夺命追魂扣 刚接听就听到小爱的喇叭声 爷 你再不来看奴家 我们就绝交 别别别 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 小爱担心问道 爷发生什么事了 小爱 我和你说一件事 你听完后 不要太惊讶 昨天我被我家总裁 拉去民政局结婚了 我现在住在了他家 萧纸乔说 啊 奴家没听错吧 爷成了总裁夫人 小爱说 萧纸乔说 这是重点吗 重点是我家总裁认错人了 把我错认成他的女人了 爷的总裁就是睁眼下 活生生的人都能认错 我觉得我家总裁疯了 萧纸乔说 你在说谁疯了 萧纸乔被冷叶岭说话的声音吓了一跳 我说我自己呢 呵呵哒 有病的人也不会承认自己有病 冷叶岭说 小影 不要汇集记忆 有病就要去看 萧纸乔被噎了一下 我没病 你才有病 该去看医生的是你 晚饭过后 萧纸乔洗完澡出来 就看到冷叶岭穿着睡袍在床上躺着 直勾勾地看着他 犯规啊 自家总裁这样貌 可是A是排行榜第一帅 全城名媛千金最想上的男人 现在躺在床上聊他 谁TM受得住啊 萧纸乔走到床的另一边坐下来 刚坐好就看到冷叶岭朝他扑过来 禽兽啊 又来 他这老妖可受不住 一日 萧纸乔学聪明了 叫了庄园的司机搭他来冷叶集团 免费的资源不用白不用 走进冷叶集团 看到大家看他的眼神有点怪怪的 萧纸乔坐到座位上 拉住萧纸问道 我脸上长金子了吗 今天集团的人看我的眼神 就像看到金子又不敢上前捡的样子 萧萧说 瞧瞧 出大事了 有人扒拉出你是总裁的政公 昨天找上门的小三 被总裁凌迟了 萧纸乔一脸 我不是总裁的政公 我只是总裁的其中一个妃嫔 每晚被翻牌子的那种 萧纸看不懂萧纸乔哀怨的眼神 追问 瞧瞧 你真是总裁的政公吗 那我就是皇后娘娘的贴身丫鬟 要关照着姐妹啊 萧纸乔翻了的白眼 她也想有人能关照一下她的钱包 每晚被总裁翻牌子 吃完就走 一毛钱都没留下来给她 多亏啊 萧纸乔 你被调到总裁办了 主管林林说 林姐 我没听错吧 我被调到了总裁办 萧纸乔说 今天刚收到的调任通知 赶紧收拾一下 别让总裁久等了 萧纸乔说 我是从一个低等宫女 跳到了总裁小蜜的位置 这得跳多少级啊 总裁的秘书不是在高等学府毕业 就是刘洋的大学生 我算哪根葱能与总裁肩并肩共事 萧纸乔来到总裁办 总裁办主管叫住了萧纸乔 萧小姐 你的位置在总裁办公室 原来她不是来当总裁的小蜜 是来当总裁的大内总管 贴身照顾的那种 进来 冷叶林说 萧纸乔推开门走进去 走到冷叶林面前 就被冷叶林拽到了怀里 冷叶林说 小颖 我好想你 萧纸乔推开冷叶林想站起来 就听到冷叶林说 再动我就在这里办了你 萧纸乔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冷叶林抱了一会 就放开了萧纸乔 我需要做哪些工作 萧纸乔问 你的位置上准备了手提电脑 你玩一下电脑 或者是看一下电影都可以 萧纸乔说 冷总 我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娱乐的 他可是来上班赚票子的 可不是来当摆设的 你现在就是在工作呀 冷叶林说 总裁的思维和普通人就是不一样 陪总裁工作也算是一种工作 好吧 是他见识少了 萧纸乔看完一部电影 就不想看了 打开手机和小爱聊天 乔乔喜欢战歌 小爱 陪也聊两句 爱不携手 死鬼 奴家有伤在身 不方便伺候也 乔乔喜欢战歌 小爱 伤情可有好转 爱不携手 暂时死不了 也啥时候 有空过来看奴家 乔乔喜欢战歌 容易也解决掉麻烦 再过去看你 爱不携手 也一定要来 你可知道 欺骗奴家的下场 小影喜欢战歌 战歌是谁 萧纸乔的手机 被冷叶林抢了 战歌是我想得到 却得不到的男人 可不是吗 战歌可是我偶像 冷叶林说 难道我不是小影 最爱的男人 萧纸乔在心里说的 是我最爱的男人 可不是你 我最爱的人是战歌 嘴上却说 你是我老公 我除了爱你 还能爱谁 名义上的 萧纸乔抢回了手机 看到了自己的昵称 改成了乔乔喜欢领爷 不用看 就能猜到领爷是谁了 自恋狂 下班后 萧纸乔准备走人 上班不积极 下班最积极的人说的 就是萧纸乔 你想去哪 还没走出总裁办公室 就被冷叶林叫住了 冷总 已经下班了 下班后的时间 属于私人时间 萧纸乔说 冷叶林说 除了锦绣庄园你 还能去哪 我要去医院找我的朋友 拜 萧纸乔说完就走了 到了医院 萧纸乔看到了小爱 两人热情地拥抱了一下 爷 今天不用陪你家总裁了 小爱调侃道 我现在升职了 做总裁的大内总管 贴身伺候着呢 那你得保护好你的小妖 不然你家总裁有需求你 也得贴身伺候着 小爱说 萧纸乔说 也不爱江山 也不爱美人 就爱小妖精 萧纸乔说完就把手伸到了 小爱的割枝窝 小爱求饶道 求爷放过奴家 奴家不行了 打闹了一会后 萧纸乔就离开了病房 去了神经科 萧小姐 你说的这种症状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间歇性失忆 第二种是永久性失忆 这得看病人的恢复程度 医生说 原来自家总裁是失忆了 如果哪天总裁恢复了记忆 那我是不是就能功成身退了 另一边 酒吧包厢内 我和小尹结婚了 冷叶岭说 沈瑞玲大叫道 林 和你结婚的不是林月颖 是另外一位女士 她可是问过了王特助 思南说 瑞 你说的是怎么回事 顾晨宇说 林 你的症状是失忆症 顾晨宇可是神经科权威医生 冷叶岭沉默了好久说道 能治好吗 顾晨宇说 这个很难说 其他人都没忘记 冷叶岭唯独忘了林月颖 冷叶岭回到了锦绣庄园 没看到萧纸桥 久等不到萧纸桥回来 冷叶岭打电话给王柯 叫王柯查一下萧纸桥的行踪 萧纸桥从医院出来 就回了出租屋 洗漱过后 早早地睡下了 冷叶岭来到萧纸桥居住的房子里 看到了萧纸桥 这几天与萧纸桥朝夕相处 冷叶岭感觉自己 对萧纸桥是不一样的 哪里不一样又说不上来 冷叶岭抱起萧纸桥 回了锦绣庄园 萧纸桥醒来后 发现自己不在出租屋 猜想应该是冷叶岭 把他带回来的 萧纸桥一大早 就去了冷叶集团 在总裁办公室 没看到冷叶岭 冷叶岭可是工作狂魔 每天早出晚归 冷叶岭看着 坐在他对面的林月颖 感觉不到一丁点爱意 就像对面做了一位陌生人 叶岭 我是小颖啊 林月颖这段时间 没看到冷叶岭 害怕冷叶岭被萧纸桥勾走了 林小姐 我现在是有父之父 麻烦叫我冷先生 冷叶岭说 叶岭 你不记得小颖了吗 林月颖说 林小姐 就算我们以前是情侣关系 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我不能对不起我的妻子 麻烦林小姐 不要再来找我了 冷叶岭就像对待 陌生人的语气说道 林月颖看着冷叶岭 决然的背影 叶岭 是你先背叛我们的感情 这可怪不得我 冷叶岭回到总裁办公室 看到萧纸桥心里暖暖的 说道 瞧瞧 萧纸桥以为 冷叶岭的病情加重了 以前冷叶岭可是叫她小颖 现在叫她乔乔 这怪吓人的 冷总 你没事吧 萧纸桥问 乔乔 我知道我患了失忆症 把你错认成小颖了 还强迫你和我结婚 不过我现在已经知道 你叫萧纸桥 我今天已经和林小姐说清楚了 不会与她继续纠缠下去 你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冷叶岭说 萧纸桥说 等你恢复了记忆再说这事 或许等你恢复记忆后 你会发现自己忘不掉小颖呢 冷叶岭看着萧纸桥 决然的样子 便转移话题 瞧瞧 今晚回冷宅吃饭 回冷宅 这不是建家长吗 冷叶岭说 丑媳妇总要建家翁 你才丑 你全家都丑 萧纸桥说 冷叶岭笑了 你也是我的家人 你可是我的媳妇 来到冷宅 冷母热情地 拉过萧纸桥的手说 瞧瞧 你可来了 叶岭说她结婚了 我还不相信 现在可看到你了 冷父病逝 冷叶岭只有冷母一位亲人 伯母好 萧纸桥说 叫什么伯母 该改口叫妈了 冷母说 妈 萧纸桥不确定地说 冷母塞给了萧纸桥一张支票 瞧瞧 这是我给你的见面礼 萧纸桥看了一眼支票 看着支票后面加了不知道多少个零 吓坏了 妈 我不能要 金额太大了 冷母说 不多 只是给你的零花钱 这个钱还没叶岭赚的零头多 萧纸桥猛逼了 她家总裁到底有多少钱 她妈一出手就给了一张天价支票 她这是掉进了金窝了 回锦绣庄园的路上 冷叶岭看着萧纸桥死死地抓着天价支票 要不要帮你准备一个保险箱锁起来 你就不用抓着 怕被风吹走了 萧纸桥瞪了一眼冷叶岭 她这不是一夜间 从贫穷乞丐摇身一变 成为了天价富婆 有点不敢相信吗 回到锦绣庄园 冷叶岭拉着萧纸桥 走到保险柜前输入密码 示意萧纸桥把支票放进去 萧纸桥刚想把支票放进去 就看到保险柜里躺着两个红本本 冷叶岭的举动刷新了她的三观 香金边的保险柜里就放了两个红本本 她这是怕有贼人惦记红本本不成 小偷要偷也是偷保险柜 难道金字不比红本本金贵吗 萧纸桥看着冷叶岭锁上的保险柜 忍不住吐槽 冷总 你这保险柜应该是用金字打造的吧 冷叶岭看着萧纸桥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周末 萧纸桥去医院接小爱出院 刚走到医院门口 被一位男子撞了一下 不好意思 这个小姐 刚走得比较急 没想到会撞到你 男子说 萧纸桥说 我没事 下次走路小心点 为表示歉意 能邀请小姐去喝一杯咖啡吗 男子问 不好意思 这位先生 我赶时间 萧纸桥说完就走了 只见男子掏出手机 拨打了一个号码 对方接通后说 林小姐 任务失败了 没能如约把那位小姐约出来 林月影想出的计谋 就是使用美男计 勾引萧纸桥 让冷叶岭尝试一下背叛的滋味 林月影说 再给你一次机会 好的 林小姐 男子说 萧纸桥走进病房 就听到小爱说 爷 你终于来接奴家出院了 萧纸桥说 小妖精可有想爷 奴家爱死爷了 小爱说 办理完出院手续后 萧纸桥把小爱送回了家里 萧纸桥叮嘱了 小爱要注意的事项外 就回去了锦绣庄园 走进大厅 就看到了冷叶岭坐在了沙发上 萧纸桥一脸疑惑地问道 冷总今天不去上班吗 冷叶岭可是工作狂魔 全年无休 如果公司要颁奖的话 最佳员工奖非冷叶岭莫属 冷叶岭看着萧纸桥说 我现在可是有媳妇的人 要在家里陪老婆 萧纸桥翻了得大白眼 有老婆了不起 其实没老婆的单身汪吗 冷叶岭提议道 瞧瞧 我们去约会吧 萧纸桥感觉自己挺憋屈的 还没交过男朋友 就被自家总裁 拉去民政局结婚了 瞬间从单身少女 成为已婚少妇 她还没和男人约过会呢 好啊 我们去看电影吧 萧纸桥心想 今天可是偶像战哥的电影上映 去到电影院 冷叶岭看着萧纸桥 盯着电影海报 一脸花痴的样子 萧纸桥说 我们看这个电影 从明天开始来爱你 冷叶岭走到电影院排队买票 一手拿着饮料 一手捧着爆米花 两根手指 夹着两张电影票 萧纸桥看着冷叶岭 二十四孝男朋友的样子 心里酸溜溜的 就知道冷叶岭这是没少做 萧纸桥还真错怪了冷叶岭 冷叶岭可没带过林月影来过电影院 手上的饮料和爆米花 都是电影院的售票员推荐的 进入观影厅后 萧纸桥发现不对劲 偶像的影响力 不至于只有几个粉丝来捧场 想着可能粉丝迟到了 电影开场后 影片突然出现了一个鬼脸 萧纸桥吓得一把抱住了冷叶岭 说道 不是买的爱情片吗 怎么会有鬼 冷叶岭可是听取了王特助的建议 首次带女孩子去看电影 要选择恐怖片 她可没想到 萧纸桥不惊吓 抱住了萧纸桥说道 可能售票员选错电影了 电影播放完后 萧纸桥冲出了观影厅 在洗手间门口撞到了一个人 抬头一看 发现是之前在医院门口 撞到的那位男子 只见男子说 这位小姐 实在是不好意思 撞了你两次 为表示歉意 能否请你吃一顿饭赔罪 男子还没说完 萧纸桥就冲到洗手间呕吐了起来 刚刚的电影场面太血腥了 萧纸桥呕吐完 一脸苍白地走出来 看到男子在洗手间门口站着 走上前来 一脸关心地问道 这位小姐 你还好吧 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冷夜岭去了保安室 查看了监控才知道 萧纸桥去了洗手间 走到洗手间 就看到有男子找萧纸桥搭讪 说道 这个先生 我的妻子由我照顾就行 不劳烦先生了 冷夜岭说完 就扶着萧纸桥走了 男子看着两人走远的背影 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号码 电话接通后 男子说 林小姐 任务失败了 林月影说 真是废物 饭桶 说完就挂了电话 冷夜岭关心地问道 乔乔 你还好吧 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带你来看恐怖片 萧纸桥呕吐完舒服多了 说道 我没事 好多了 回到锦绣庄园 萧纸桥躺在床上休息 冷夜岭爬上床上抱住萧纸桥说 不舒服 可要叫我 萧纸桥躺了一回就睡着了 昨晚被冷夜岭折腾了一宿 又累又困 睡了一觉醒来后 萧纸桥又活蹦乱跳了 掏出手机拨打小爱的号码 小妖精 今晚可要出去浪 小爱说 奴家商刚好 可要带上护花使者 萧纸桥说 不知道护花使者有没有空 容爷问一下 挂断电话后 萧纸桥拨打了一个号码 对方接通后说 瞧瞧 可有啥事找我 静哥哥 今晚小爱缺一个护花使者 萧纸桥嘿嘿笑道 萧纸桥说 为两位美女服务是我的荣幸 萧纸桥知道 闺蜜小爱喜欢萧纸 可是萧纸桥不知道 萧纸桥喜欢的人是他 三人坐在酒吧大厅里 俊男美女的组合特别养眼 简直就是酒吧里最亮的仔 萧纸桥说 庆祝我脱单了 成为了已婚少妇 干杯 小爱说 爷就是厉害 把老板拿下了 萧纸桥说 祝你幸福 乔乔的归属 终归不是我 作为乔乔的护花使者 家花居然被野花采摘了 萧纸桥和萧敬喝的是酒 小爱喝的是饮料 沈瑞琳走进酒吧 就看到萧纸桥和一位男子在喝酒 走进包厢幸灾乐祸说道 林 你家小娇妻在外面私会外男 思男说 瑞 你说的是啥事 顾晨宇说 瑞说的是 林的小娇妻 在外面私会野男人 冷夜里一副不相信的样子说 乔乔不是这样的人 沈瑞琳说 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 冷夜林走到酒吧大厅里 就看到萧纸桥和一位男子在说说笑笑 刚好小爱去洗手间了 冷夜林走到萧纸桥面前说 乔乔 你也在呀 萧纸桥向冷夜林和萧静介绍道 这位是我的老公冷夜林 这位是我的发小净哥哥 冷夜林听到萧纸桥叫静哥哥 心里酸溜溜的 走到萧纸桥隔壁的位置坐下 一把搂住了萧纸桥宣誓主权 冷夜林坐了一会后就回了包间 沈瑞琳一副发现了奸情的样子说 我说的没错吧 小骗子就是在外面私会外男 冷夜林说揍他 三人把沈瑞琳揍了一顿 沈瑞琳摸着猪头脸说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冷夜林走的时候把萧纸桥带走了 回到锦绣庄园 萧纸桥收到了小爱发的短信 萧纸桥掏出手机一看就看到小爱发的信息是 总裁是个促进 萧纸桥回了一句幼稚 冷夜林从酒吧回来后 把萧纸桥折腾得死去活来 这日 萧纸桥一个月没来一妈了 算了一下小日子 感觉不对劲 不知道是不是身体出了问题 向秘书部主管请了假 站住 冷夜林看着萧纸桥急忙往外走 叫住了萧纸桥 萧纸桥说 冷总我可是请了假的 不算矿工 冷夜林说 你去干什么 去医院看病 萧纸桥说 冷夜林一脸担心地问道 瞧瞧 你可有哪里不舒服 要去医院看病 萧纸桥不好意思和冷夜林说 去看妇科 这怪难为情的 不然冷夜林会以为他有大病 萧纸桥说 就看哪个 就是哪个 冷夜林压根不知道萧纸桥说啥 萧纸桥大声说道 我一个月没来姨妈了 秘书部的人听到萧纸桥说的话 一个个装聋作哑 心想 萧秘书真牛 没来大姨妈 还要和冷总抱背 萧纸桥尴尬的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冷夜林一副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的样子说道 瞧瞧 我陪你去医院 在医院做了一系列检查 医生说 恭喜你 你怀孕了 从医生诊室出来 冷夜林看着萧纸桥拿着检查报告一动不动的 觉得萧纸桥被吓到了 冷夜林说 我们有孩子了 萧纸桥说 我不想要孩子 萧纸桥还以为自己的身体出了毛病 没想到会有了孩子 冷夜林激动地说 这是我们的孩子 萧纸桥哭着说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恢复记忆 我不想孩子一出生就没有了父亲 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在单亲家庭的环境中长大 萧纸桥的父亲在萧纸桥很小的时候就抛弃弃子 母亲郁郁而终 萧纸桥非常知道一个在单亲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会受到怎样的排挤 他已经受够了 不想让他的孩子重蹈覆辙 更何况他现在已过了需要父爱的年纪了 所以他早已当他的父亲不在了 冷夜林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他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萧纸桥 冷夜林说 乔乔 请你相信我 无论现在还是以后 你都会是我的妻子 我的妻子只能是你 请你给我一些时间 让我来证明我是爱你的 这天 萧纸桥醒来后 发现网上热搜 路边广告牌和冷夜集团上的滚动显示屏都写着一句话 林爷爱乔乔 请乔乔嫁给我 只见冷夜林穿着一身白色西装 走到冷夜集团门口 跪在了萧纸桥面前 手上捧着一束鲜花 说道冷夜集团的全体员工可以给我作证 乔乔我爱你 请你嫁给我 萧纸桥被冷夜林的成衣打动了 哭得稀里哗啦说道 我愿意 冷夜林和萧纸桥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每个人为了很適合 萧纸桥举办了一场盛大